大家好 歡迎收看 七五章 我是黃培塑 大半天中錯了230點 那這種結構 你看我這230點 你這個K線棒看來 其實好像也沒什麼特別 有沒有就是一個小小的K棒 這在以前的那種相對比例 那可能大概五六十點而已 你看喔 所以這個行情真的很大 好 今天中錯230點的同時 我認為很多人覺得 我好像只有高點要下來 那我們這邊當然主張 其實它跌下來是一個機會 是一個機會 怎麼說呢 之前這一段 從12480 11月2號上來 我說這是什麼脈動 比較差就是1234 然後應該還有一個第五段 那看這個地方15089 這個地方上去 可不可以推一個第五段 那現在是推了三段而已喔 差不多現在推了三段 推了三段以後 它做一個整理啊 那今天剛好整理到下緣來 整理到下緣來 B川頭C沒有破底 今天這個C是沒有破底 那這邊來到212 1622 這個211 212也差一點喔 差一點 當然啦 B川頭C破底的結構會比較漂亮 那就來那附近的 其實那意思就到了 好 那這個地方我們當然也是主張喔 譬如說這個地方好 你如果說我說這種結構 你它如果是一個假突破 你三段的話 你這個下來的話不得了 它可能拉到這個地方 變成這個大V穿頭 然後大C破底這個底 然後以後再走 我說這個地方還是沒走完啊 如果說這個持續呢 比較複雜的整理再走 當然你要盛防這樣的一個結構 要盛防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目前我們是主張說 它有機會從這個地方15089開始推 推升一個結構 好 那你推升一個結構 現在目前三段嘛 目前三段嘛對不對 你總是讓它不要追高 你目前三段 它今天有拉回來嘛 它拉回來 你如果判斷它有機會是一個推升 它是1 2 3嘛 然後一個整理對不對 整理以後它推5嘛 所以今天拉回來這個的話 你如果判斷它一個推動的話 它今天是很好的買點喔 今天是很好的買點喔 它是1 2 3 4 5嘛 好 目前我們會這樣的主張 它也會依序這樣的一個結構去布局 去操作 你一切暗表來操客 2月5號 2月5號這日線喔 對不對 這期貨日線 我說從去年39號 8268上來123裡面3支 12345那3支5 我現在在講就是這個3支5這一段 從15063起貨是15063上來 大盤是15089上來這一段 這一段 那我說有機會它是3支5 或是我說比較差一點 還是一樣有5支5還是要走 那這種這個3支5或是5支5一樣 它是一個推升的型態嘛 至少要走5段 至少走5段它一個段落 那走5段一個段落以後 它如果說只是一個 那個3支5或5支5的裡面的一個小初生段 那你就看它拉回來整理 然後再往上走 我說這幾個轉折都很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這序尾波賣動 開始推上來 從15063上來嘛 這是小時線上來 那目前這都是三 都只有三段 就是三段 三段是這個整理 最高的16525 後來又有來高的16564 一樣我說那不是推動出去 那是一個 只是一個小B波突出去 還是要拉回來有沒有 一樣是三段 叫三段 23到昨天也是一樣的三段 還在這邊整理 好 那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談到說 我說它這個三段 然後上去的三段 好像沒破 有機會再來一次 那個也還在 因為它變成一個比較複雜式的嘛 它今天就真的來了 昨天很強 昨天很強 覺得說哎呦 怎麼好像165 我說說沒有啊 它今天還是又來 而且還破昨天的低點 那可是破昨天的低點 破昨天的16182 可是沒有破16130 那一般有時候說 最低點跟次低點之間 很有機會都會形成一個 最佳的一個轉折點 最佳的反轉點 今天是有來到16133 今天又有來到16133 今天2月24號 那我們現在當然就主張 它現在已經來了嘛 大概有機會交代完畢了 123然後這個ABC整理完 4然後16133開始啟動 第五波 所以我都會去操作這種 關鍵的架區 這種關鍵的 譬如說這個地方16133 開始正式往上啟動 以小博大 今天風險有限 停損很短 那你這上去都不得了 這種東西 你這個地方 像是它如果再衝一段出去的話 那是不得了的嘛 那我當然現在是抓這一段 第五段 我說這個整理是好事情 那這邊有一個整理嘛 那這邊目前三段 當然我說這個整理過程 如果說它只有三段的話 你就要小心 那個下來就不止 不止只有這樣子 那個一下來整理的話 就不止 它還要再下去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地方要去 嚴謹的去把它判別出來 說它到底是這個 是不是有機會推動出去啦 當然目前三段 好那我們假設 它是一個推動出去的一個型態 我們現在目前做這樣的主張 所以呢今天壓回來 趁它壓回來 全力來做多 全力來做多 我說這個轉折啦 這個轉折 第一個轉折如果掌握到 它出去也不得了 還有一個小波段可以轉 轉了以後你就要注意了 如果轉了你就要注意了 好那個 因為這一出去就是 一二三四就第五段出去 第五段出去的話 這一小段走完 它勢必要拉回 那拉回以後你判斷說這個 它三至五或五至五 到底是不是結束沒有 那個是第二步的 第二步 我們現在看來第一步驟 好那第一步驟的話 這個第五波先走出來 好這個第五波先走出來 那目前我們是做這樣的規劃 那一切都是按表操客 今天最佳 16133 我們今天買了兩次的點位 都還不錯 都還不錯 那當然就期待說 有沒有這個賣動 有沒有這個賣動 我說因為今年這個行情很大 如果你看今天跌了230點 那根本就好像沒什麼K棒一樣 就短短的一根而已啊 所以今天這個 今年這個行情很大 那你掌握到 如果說這個要有機會再推出去 那不得了 好這是一個小轉折 那上去以後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轉折 上去以後會有一個 比較大的轉折 這幾個 今年我說有幾個 重要的關鍵轉折 無論如何你一定要把它掌握很清楚 掌握好的話 其實今年會是大豐收一年 會是大豐收一年 你認同理念的跟上腳步來 那目前的 我們的短線的規劃 大概是長這樣 其他一個第五波往上推 有一個第五波往上推 這其他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認同理念的 也歡迎你趕快跟上腳步來 那畫面下方 有兩個QR Code 也歡迎你用手機把它掃描 按加入就可以了 一個是免費的Light 8群組 一個是免費的Telegram的群組 我每天都要把旁後解析 副圖解說 PO在上面 那這些都是有延續性的 也都是提前預告在前面的 不是在那邊馬後炮的 不是在那邊馬後炮 那這些都是有所本的 頭部都是有所本的 這個進化不上戰法 這有搭配六片的交取DVD 這有興趣的也歡迎你恰好現場助理 你邊看邊操作邊學習 邊就是邊賺錢 把這個東西把它學起來 其實它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 有點難度沒關係 你搭配著DVD看 那我們今年再找個時間 來辦一個極速班 應該會對你有很大的幫助 這個有興趣的 歡迎你恰好的心上助理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來 我們延續之前 一路跟你追蹤這些個股 其實你看 今天大盤重挫230年的過程 我們之前選出來的那一個股 其實表現也都相當的優異 好 尤其是像這種大盤重挫的過程 你更能夠凸顯出 你選的個股的精準度 那你現階段 你個股真的是 那個一來一回是差很多 同樣那種一來一回 你選對選錯一來一回差很多 差很多 那我說我們的操作就是 你要精簡 師傅你要精簡 你不是設了一大堆 然後對人來講 錯了一大堆都不管它 你現在亂買股 不行 不行 事實上是沒有賺到錢 好看而已沒有賺到錢 很多老師在 哇那是多少 你重點你是買了幾檔股票 是重點 你的老師 叫了幾檔股票讓你買 我說我們持股 大概全市場是最精簡的 各級會員都一樣 差不多各級會員都一樣 大概是全市場應該是沒有人 比我們的股票還要精簡 兩檔三檔 就兩三檔股票而已 差不多就兩三檔股票而已 好 547的松翰 差不多547的松翰 當然之前這一段出去 他確實也一路出去 出去到最高來到937 我說他大概休息 休息當然就是要換股操作 對不對 547的松翰 你休息休息就是換股操作 那我說同樣類似這種結構 他在這邊要突出去以前 他先有一個 哇 衝出去 然後一個大幅度的洗盤 然後再正式走 這個哪一檔股票有相同的結構 3323加白玉對不對 3323加白玉 一樣他一樣12345 應該還這一段還要出去 老師這一段就一點點 判斷可能性不高 如果那一段只有一點點的話 來3323加白玉 如果這一段出去只有一點點的話 你這個一下 你在這個地方他是要往下走 他不可能往上走 他不會往上走 所以這就是我們判斷 他是一個洗盤的動作 大幅度的洗盤動作 大幅度的洗盤動作 然後正式往上走 我說這個如果第五波結束了 他一拉下來 大概黏住以後 他是要往下走 他不會有這幾根往上推 同時他不會有這幾根往上推 那當然這幾根 你因為出現這樣洗盤 這幾根慢慢往上推 他籌碼肯定怎麼樣 一路慢慢往上 他籌碼一定會清洗的符合 會更乾淨 然後到時候再 然後一路再過高 就這五四七的松安 那種結構是這個地方 大幅度洗盤 當然現在已經長出去 你會發現 這一點點而已嘛 有沒有 這一點 你當下如果沒有這個 你會覺得他很大根 很大根 這兩根 兩根多 然後一拉下來也是兩根多 二十幾%落下來有沒有 所以這大幅度洗盤 可是因為他長出去了嘛 所以覺得他很短 一樣的三三二三加百玉 結果老師這很大根 其實這個還比剛剛那個 五四七那一段還少 這還不到兩根了 差不多這樣還不到兩根了 你看那個五四七的松安 這裡 這裡超過兩根了 可是你會覺得很短 因為他拉出去了嘛 三三二三加百玉 你覺得這裡很長 因為他還沒拉出去 這裡不到兩根 他也是大幅度洗盤 回來 這兩根我說他 判斷他大幅度洗盤 如果沒有他會往下嘛 他是往上 往上他這邊 因為這邊套一堆有沒有 然後爆量慢慢往上 他就慢慢清洗符合 越來越乾淨 出去的話拉開以後怎麼樣 他拉開以後 你就下面那一段 你就覺得短短的啦 就會跟五四七松安一模一樣 我說很多個股 那種K線的一個型態 歷史他會重演 那這一前提就是 他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一定要是足夠的 他大幅度在往上成長 也確實他營收也出來 也確實有反應在EPS上面 而不是空的 而不是空的 我說我們的選股這一關很重要 我敢說 我們有 絕對有全市長最嚴謹的 這個財源選股 這一關通過以後 然後我們再來技術面操作 你雙管齊下 勝算會更高 我們都堅持這樣做 所以你看我們敲選出來的個股 你每一檔個股 你把它仔細 把它的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絕對經得起你檢驗 絕對經得起你檢驗 你一檔一檔把它打出去 進去看 對不對那個東西都是公開的訊息 不是在那邊說八道自己 亂編一通的不是 那全部都是公開的訊息 你有多少營收多少獲利 它的長方怎麼樣 都很清楚 對不對 所以這一關你先把它通過以後 嚴格篩選 很嚴謹的一個產業面選股之後 然後再搭配技術名來操作 對不對 那我說這個東西就是有如同547松 這個上去下來這個是洗盤 然後慢慢正式往上走 這是3323的加排 3323 其實他今天也在衝高 他今天也在衝高有沒有 他今天也在衝高 其實你這裡要離這裡很遠了 你這裡到這裡很遠了 這邊45塊這邊52塊 今天高等到52.7 這45塊而已 這拉下來45塊有沒有 你這52.7都幾乎來到 這個高等55.3了嘛 對不對 我說他如果第五波結束 他不會拉那麼高 這是3323加排 好 3.78的橋位好久以前就跟你講 這是一定要第五段出去的 那果然哇 新中控控牌以後一路強勢 到524 576亮燈 昨天又到626 今天還衝一點高 635 3078的橋位 3078的橋位 其實之前我們選出來的個股 都相當的強勢 因為總是他後面那個影韻洞 你自己去給他看一看 數字會說話 只是說他年年年 確實年年有點稍微久了一點點 我們講坦白的那個整理整理比較久一點點 那事實上他的方向還是要往上 因為他確實有那個影韻洞能嘛 有沒有 確實有那個影韻洞能 接著他63.5又在創高 這3078的橋位 好我說時間都會站在我們這邊 我們規劃出來那個整個波形的一個架構 都會走出來 有的都走得比較慢一點點 可是他事實上到最後都走出來 都走出來對不對 這3078的橋位 那你3540的要約 這是前幾天才嗎 224號 我說這一段真的整理了也很久 那這麼久 你這個不可能擴言 這一組一定結束 那沒關係就是整理 他其實他整理的 第一個3540要約 整理的時間夠久 可是幅度其實並不大 他拉回幅度其實並不大 可是時間夠久有沒有 哇這從8987 也到50幾塊都還好 幅度不大啦 相對幅度不大 可是時間很久很久 那現在有機會再推另外一段 因為這如果再出去 肯定跟前面那一段沒關係 是另外一組了嘛 果然 那天買完就漲停 753 然後隔天 昨天又衝到82 又漲了8%多 今天大盤跌230點的情況 他又來到85塊 又漲了7%多 我說這個選股一來一回就差很多 今天很多個股就是一路重挫 有沒有 我說你選的個股要有什麼 重點是要有那個 延續性很重要 那個延續性 因為它一個多頭循環 其實現在大盤這樣子 它漲漲跌跌 那個你多頭循環的個股 就有延續性 就有實力的個股就有延續性 否則就沒有 1000檔 忽長忽跌忽長的臉 對不對 那你漲了去追就追高 跌跌跌下來你就殺低 賺不到半毛錢 賺不到錢 對不對 那你3540要約 你看 是不是一個推動型態幾乎要出來了 很漂亮 這一個推動型態出來 大概就很漂亮了 是3540要約 你仔細看它那個小直線的結構 大概很明顯 應該是一個推升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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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3540要約 那後面營運動盒 那是根本不得了 這個你 我不再贅述了 頭循環後面那個營運動盒 我不再贅述 來 這3540要約 今天也表現不錯 又漲了7%多 頭循環今天大盤是跌230喔 頭循環今天大盤是跌230是跌喔 好 而且我跟你談的個股啊 不是把掌門拿出來講 跌的都不講 我跟你講都是 就是幾乎我們全部的持股 那一檔一檔的講下來 今天大盤跌230 那它表現怎麼樣 就很清楚了 頭循環就很清楚了嘛 對不對 你今天大盤跌了那麼多點 那你 我講的是 不是說突然挑一檔出來而已 不是啊 不是一檔一檔追蹤下來 這節目跟昨天一模一樣 一檔一檔一路追蹤下來 跟前面一模一樣一檔一檔一路追蹤下來 對不對 3540要約 今天有沒有創高 漲了7%多 這順序我都沒有改啊 來2476的巨響 我說這初衷段往上一路推 所以那時候買23塊左右 然後就 當天又漲249漲9%多 然後就漲停25 然後就到27多 後來又到284有沒有 然後到303 昨天啦 左營到303 今天大盤又重錯230 頭循環今天24 大盤又重錯230 它又漲了7%多 來到32.5再穿高 2476的巨響 今天大盤跌230點 2476的巨響 又再穿高 有沒有 那這個過年前是不是 封關前是不是跟你講 我說這一段很標準的一個出生段 這一種 可是這一段要不要做 這一段不要做 這一段很難做 這一段你賺不到半毛錢 很少啦 會不會賠錢 不會賠錢 可是賺不會很多 這一段開始要做囉 這一段開始要做 有沒有 它這種結構 是不是就很標準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這2476巨響 現在有沒有再穿高 有再穿高 又漲了7%多 在大盤跌230點的今天 又漲了7%多 有沒有 然後32.5 再穿高 再穿高 這些順序跟昨天有沒有改變 我跟你講的這些股票 一檔一檔一路漲下來 有沒有改變 沒有變 我都把它放在一起 都一模一樣 來 再來 下一檔是不是就捡好顆 從4月時間 破底範的結構 一路從23.7%一路上來 推了這一段以後 我說它一個下降旗行 要整理一下 然後往上 還是要走 走這一小段以後對不對 它是一個1而已 差不多1而已 35.1上來 然後整理完再往上推嘛 有沒有 到最近漲停823 漲停875 今天又衝好漲停946 今天大盤跌230點 這些順序都跟昨天前一模一樣的一個 我那個放股票跟你講的一個順序 完全沒有改變 3006金號車 今天又衝高到94.6 94.6 那這個結構 這個結構在這個地方 這個你看都多久 就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說它有一個很漂亮的一個什麼 很漂亮的一個菱形底 我說菱形底很難遇到 我當初一直跟你講 我說菱形底就很像一個弓箭 一個弓箭怎麼樣 你把那個弓 一個弧度 一個弓有沒有 你把它拉開 那個弓那個弦 你把它拉開 是不是變成一個類似菱形 那類似菱形一拉開以後怎麼樣 那個拉拉拉 拉到極致以後 那就是一個菱形 那一放開一出去的話 哇那個一出去就是怎樣 一飛從天 就一路一路往上走 好那菱形底其實我之前跟你講 那你現在講的馬後炮 你現在講如果你回憶起來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就跟你講說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菱形底 長線非常漂亮 一路往上推有沒有 你就有印象了94.6 這個地方再跟你講 這個地方 那你過程我是不是一路跟你追蹤 下降旗形然後往上開始推 第一小段在這裡 就那時候第一小段 然後開始一路往上推 今天94.6 94.6 有沒有 我說多頭結構的循環 那種整個架構 大概我們那種 我說一檔個股那一種短線轉強轉落 大家都看得懂 長線的多空判斷 那才是一個分析師的價值 我說零形底一拉出去 那個就是有多頭循環 正式的開始 那個循環要很久很久 有沒有 那是不是確實 如果確實從這個地方 一路推上去有沒有 二十幾塊現在九十幾塊 今天在亮燈94.6 3006的金毫克 我說那種結構我們把它定掉以後 大概時間都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那確實它是確實走出來 那這些東西後面怎麼營運動 當然有啊 好 之前我跟你說 你股價就是要還它公道 因為它整個營運動也上來了 有沒有反應在APP上面 有 也確實那個獲利數字也出來 那你總是慢慢的要推上來 要還它公道 沒有錯 我說這檔股價十年沒動了 之前跟你談的時候 十年沒動 對不對 這是3006的金毫克 3006的金毫克 好 那博程之間我是不是遮起來 我說從封關前 然後跟你講這檔股 那封關後是不是一路漲 一路漲 第一天漲7%多 第二天漲6%多 第三天漲4%多 到昨天要漲9%多 那35點我先疊一下 你根本分段操作 等於我們在進出很靈活 在進出很靈活 6141的博程 來 你這個結構 其實我們出得很漂亮 出得很漂亮 那下一個買點 它一過高 等於很多一過高才要追 一過高才要追 不對喔 這過高的話 每次抬股都這樣 大部分 當然不是每一檔 你看它的結構 看它的股性 一過高 其實反而短線 你要先找賣點 所以我們先把它獲利放口袋 放口袋以後 你再注意 它找它第二次的買點 那事實對了 今天又跌下來 有沒有 6141的博程 今天又跌下來 每次都過高 如果是過高這種 你看它左邊 這個有沒有過高 有過高 過高 過這個高 過他高怎麼樣 過高你反而先找賣點 那找賣點以後怎麼樣 它的多重循環有沒有變 沒有變 你不要誤會 老師你賣掉 看回來 不是喔 它有價差可以做 同樣它有價差可以做 這是6141的博程 時間不太夠 講快一點 雷斯博程 來 那3481的群創 同樣我說這一段出去有沒有 它12 從4.85 這邊1、2、3、4、5 這一組 然後2 然後3 那4、5 基本的是這樣 那我說1、2 然後可能3支1、2、3、4、5 那是更遠的 今天有沒有再創高 那天到16.45 今天17.4 漲了7%多 最高到17.4 3481的群創 同樣3481的群創 這我 今天有沒有再創高 17.4 我說你不要嫌它慢 從4.85最低點 就一路跟你追蹤 已經追蹤一年了這張股票 從4.85這個地方 先落底 然後做一個小ABC開始整理 往上 那先定調ABC 針對這一段 這個ABC都針對前面的下跌一段 這個ABC針對這一段 ABC 那你針對往上 那就是1、2、3、4、5 有沒有 那這還要再推嘛 那還要再推 是不是這一段推完了 要整理再來推 就是這個都當下買的啦 你這個9塊 9塊就這一段到這裡 15.95 有沒有就出去嘛 完了以後就3 都定調 整個都有延續性 差不多整個都有延續性 那拉回那是不是還要再往上 有沒有 那是不是還要往上 那跟你講的群創跟友達有沒有一模一樣 一樣 兩個結構一模一樣 兩個結構都一模一樣 有沒有 友達界也在衝高 19.15 19.15 來 夠了 像這種架構 搞不好這個結構 那你 現在是這一組 正要推動出去的嘛 有沒有 整個結構都大概 我說那定調以後 結構都很清晰 你認同理念 你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我說我們 絕對有最嚴謹的這個產業面巡骨 還再加上氣質面操作 雙管齊下 勝算會更高 好 歡迎你跟上腳步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波浪理論 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 股市的起跑點 資訊專線 27810909 27810909 黃老師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 賣魚送釣竿 股市常盛軍就是你 咨詢專線 02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升裝 運達頭顧 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明師為您 即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 標課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頭顧 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想超車 行駛道路 欲執行緊急任務車輛 應立即避讓 惡意阻擋 將處以重罰 並吊銷駕照哦 正確避讓 不配包 同向單一車道 或單行道 請向右側 警告道路避讓 同向兩車道 請向車道 左右兩側避讓 同向三車道以上 中間車道應控出 其他車輛 應完全駛離至 相鄰車道 或路側避讓 即刻救援 請讓執行緊急任務 車輛先行 內政部警證述 關心您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差不多目前的一個磐式結構 大概這個樣子的話 從去年11月2號12480上來 整個結構中線長線大概還算很清晰 那我說接下來今天有幾個很重要的關鍵轉折 把它掌握清楚怎麼樣 它今年會是一個很豐收的一年 因為它節奏 整個每一波段都很大 波段都很大 經歷波段站把這有搭配6片的教學DVD 這有興趣的也歡迎您來電諮詢 那我說個股的部分 我們就有最嚴謹的這個柴面選股 那再搭配呢 技術面操作 雙管齊下 勝算會更高 你認同理念的 歡迎跟上我們的腳步來 祝大家操盤順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現在像Youtube應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哪裡 看到 Youtube日四點鐘 線上直播最到時 分析師精準團式解析 隨算隨看 很方便 Youtube運通財政台頻道 不關系 自己安賴在一起 0909 黃老師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 賣魚送釣竿 股市常盛軍就是你 諮詢專線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避險工具 運達指數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李秉穎醫師 武漢肺炎是透過飛沫機接觸傳染 佩戴口罩能夠有效降低傳染風險 更是保護自己及家人最有效的方式 你 你 你